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他多问两件 那个服务台航空公司的小姐很凶 就劈啪啦的就呵斥她 然后说你很啰嗦 态度很恶劣 非常恶劣 这个尼克非常的不满 打电话去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啊 就打电话过去了 这总经理啊 打电话来试试看 这柜台的小姐电话接起来 讲没有两三句 态度是真的很恶劣 她说 刚刚有个尼克啊 投诉你啊 态度很不好啊 她就解释了一大堆 她就问那个小姐说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她说 啊 她说你是谁啊 她说我是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啊 做总经理啊 那总经理啊 越讲究越大声啊 那小姐就问她说 那你认不认识我咧? 那总经理就说 我不认识啊 那赶快挂边说 哦 还好你不认识我 你要认识 马上就要开除了 哦 还好你不认识我 所以说 无名小卒也有她的好处啊 树大她就会招风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呢 没有出名的人很想把她搞得很出名 这种名气并不香 你就修你的德性 守你的忍辱 用佛的慈悲做事情 这香气要成香 成香啊 她是散发一种很自然的香啊 她是忍辱啊 慈悲啊 勤劳啊 那慢慢一个人 两个认同 三个 十个 一百个 她这个有德性的法师她就会这样子 她不会一直信要自己 一直赞叹自己啊 有修行的居士也是这样 在一个团体里面 这个有德性的居士 人家一提到她 她就会 哦 手去一指的 因为她在这个团体已经十年 二十年了 她是忍辱的慈悲 她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啊 那个香啊 荣耀要像成香一样的 是真正的香 如果全世界的荣耀都给你 而你并没有实力 你并没有实力 那别人所有的赞叹 都是短暂的假香而已 你不是真正的香 所以比丘啊 要变成一个真正的香 哎 你就必须要低调 忍辱 增参 死血 不信要 不骄傲 不狂妄 等到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实力 我们有德性 她很自然的啊 她就会一直传开来 一直传开 一直传开来 我们不是故意要让人家赞叹的 而是这个是大自然 就是自然的道理 啊 一颗橙香放在这里 啊 慢慢的放出 释放这个香 而且是持久 很香啊 啊 那个 喷那个香水啊 一下 噓噓噓 噓噓噓 是不是啊 一下 香一下 啊 像我坐电梯的时候啊 有的信徒啊 可能香水涂得很厚 是不是啊 我进去这个电梯里面 还闻到香水 等到我吃把饭 再上这个电梯 那个香水的香就没有啊 所以 肤浅 没有实力的那种香啊 是很短暂的 很短暂的 好吗 感谢观看